你问过得好吗 我其实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但我条件凡事的一般 很快回答 嗯 好 我还是不得不非常不争气地说一句 你真不愧是唱歌的 声音跟分开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好听 我那个时候总说 你的声音有一股力量 我还特别矫情地 跟你被我看到的句子 我若就在哪天在坟墓 你听到你叫我 我也会站起来跟你走 是多久以前 我有这样的想法 是多久以前 我爱一个人爱到这么义无反顾 是多久以前 我为了一个人改掉我的志愿表 放弃了大家都说好的学校 好的专业 仅仅是为了 我爱那个人的 所谓的梦想 是多久以前 明明知道结果的事情 我还是愿意坚持下去 那应该是我非常不懂事的时候 如果时光倒流 我真的想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曾经 差点因为你的梦想 毁掉了我的整个人生 当初认识你 就是因为我花痴地看见一张你的照片 那个时候我跟你姐 是特别好的朋友 但是我没有见过你 是被别人偷拍的照片 是一次交友的照片 那么多人当中 我就看见了你 你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听歌 照片拍到的是你的侧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面熟的感觉 然后我跟你姐说 这个小伙子 看着好熟悉 你姐姐是有意撮合我们的 虽然我只是随口说说 这个事儿 我很快就跑到脑后面去了 但是她没忘 于是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你来加了我的QQ 然后非常俗气地 我们一拍即合 一见钟情了 你真的是非常好的人 就算现在分开了 就算曾经恨过你 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 我还是这么觉得 你说我之所以没有见过你 是因为你爸妈 在外地包工程 所以你在外地 念四礼高中 只有假期才回来 你每天都会发短信 告诉我 那里第二天的天气 你天天都会打一个电话给我 你逛街的时候 看到我喜欢的东西 都会买给我 你记得很多我说过的话 你说让我不要看太久电脑 要保护眼睛 你说可以多吃一点 我那个时候还太瘦 所以胖点没关系 你说 我就是你在那一整个城市的牵挂 你说你会保护我 就算你现在不在身边 但是你还是有能力保护我 只要谁欺负我 你一定不让压好过 你拍了好几个小时的队 给我拿到了 我喜欢的作家的签名 你把乐队演出的视频 录下来给我看 还有你上台前 他们录的 你对我的表白 你从来都不吝啬 把朋友介绍给我 你偶尔高傲 脾气不好 但是对我很好 到此为止 我真的 不能再回忆你的好了 我真的真的 不能再去想 那个时候 我有多爱你了 那个时候 我跟现在不一样 我满心欢喜地跟你恋爱 你的短信 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地 读好几遍 你的信 你送我的小东西 我收了整整一个盒子 经常拿出来看 你心脏不好 于是我绽造了一整个笔记本 关于房间格 缺损的知识 我也不想再去回忆 那个时候有多爱你 总之年少的我 抬头看着你 觉得自己碰上了 天底下所有的好事 而这所有的好事 不过就是四个字 我遇见你 这些美好的事情 这些美好的岁月 都是过去了 那么来说说后来吧 我问过你 她比我漂亮吗 你说不是 我说那是比我更爱你吗 你也回答不是 我说那你他妈的总要告诉我 我输在哪里吧 你说你在我眼中 是特别厉害 虽然经常碰到挫折 但是你都可以自己解决的人 你朋友多 你人缘好 你不会孤单 但是她不一样 于是我就懂了 我优秀 我坚强 我朋友多 所以我活该被欺骗 活该被劈腿 是这个意思吗 谢谢你的夸奖 也谢谢你的这个结果 因为我宁愿因为这个分手 也不愿意自己是楚楚可怜的 你解释说 我不是不爱你了 我只是没有以前那么爱你了 我摇头让你别说了 我说够了 你的心从来都是自由的 如果你对我说 你想要一朵花 那么我就会给你 一朵最美丽的花 如果你对我说 你想要一场雪 那么我就会给你 覆盖大地的大雪 如果你对我说 你想一颗星星 那么我就会给你 整个夜空 如果你对我说 你累了 想要离开我 那么我会说 我会对你说 我给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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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全部自由 我给你自由 我给你自由 我给你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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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我给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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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真的是泪流满面 分手以后我就不怎么哭了 我跟你发短信说了分手 然后关机了 跟两个特别好的朋友逃课了 出去逛 走着走着我就受不了了 实在觉得太难受了 于是蹲下来 在街上嚎啕大哭 我真的很丢人 哭完了以后 我跟他们去吃东西 然后去喝酒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醉 也是唯一一次的 喝醉 我忘了我喝了多少 朋友说 我一杯接着一杯威士忌 往自己胃里灌 谁拦我 我就跟谁眼红 后来喝多了 就哭着喊你的名字 后来睡着了 是晨晨和她喜欢的 那个女孩子 带我回家的 我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宿醉以后 发现你买个我的手镯不见了 就是那块据说 很贵的翡翠手镯 我不知道是被我碰碎了 还是被谁偷了 总之我就是找不到她了 以后的日子里 我也再也没有找到过她 我在床上坐了一会儿 忍着头疼起床 洗书 然后上课 从那以后我的朋友 都心照不宣地不跟我提起你 有时候说起你 看到我过来 会马上闭嘴 一副害怕的样子看着我 久了之后 我也就习惯了这种尴尬了 上次有朋友到我空间留言说 他们小青 你唱了一首歌 真好听 于是我回复 管我什么事 想想有点 蛮横的回答 但是也确实不关我的事 你现在跟我是什么关系 什么都不是 最开始刻骨铭心的爱 后来是深入骨髓的恨 到现在 我就真的什么情绪都不生了 我恨过你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别扭的人 所以我勇敢地承认 我恨过你 我恨你并不是因为我说分手 你没有挽留 并不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 我们俩 唯一的默契 就是不联系 我恨你是因为 因为你的梦想 我开始走上了一条荆棘路 而在那条路 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离开了我 你留我一个人 在黑暗里 莫怕滚打 满身鲜血 而就管另外一个 在阳光下晒着太阳 看起来有点寂寞的姑娘 但是到后来 那种恨慢慢淡了 因为我每当 想要鼓起勇气恨你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你的笑容 想起你因为我关了一天机 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 那个时候的担心 想起我生病了 你来看我的时候 眼睛里 隐忍的泪水 想起你贴我切的那些围 想起你给我的 无数的温暖 我原来以为我已经忘记了 可是它们从来没有消失过 它们在我的心里 慢慢地抵消着 我认为的那些了不起的恨 看那些年最感动的一句话是 被你喜欢过 很难觉得别人有那么喜欢我 所以你最可恶的是在这里 明明都要离开我的生命了 明明都要跟我永远地说再见了 明明都说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 可是却影响我一个又一个决定和判断 让我一个人 抱着宁缺乌烂的心态 过了这么久 你真的很可恶 可是谢谢你 你曾经喜欢过我 谢谢你在那些日子里温暖过我 虽然你拿走了很多 还是谢谢 还是谢谢 前两天看到这样一句话 我很喜欢 想在这里 跟你们分享 突然好想告诉你 我又有跌倒 我又有斩气 我又会再开心 我又会不失难过 我又喜欢上一个人 我又能感受到自己的急促与慌乱 只是 我不再忙碌 不再执着 不再渴望获得 不再只是理所当然的求索 我想告诉你 我不再是那个我 我喜欢过你 但我现在 更喜欢当时 喜欢你的那个自己 那时候 年轻的不敢寂寞 从把磨炼当成折磨 对的人终于会来到 因为烦的错够多 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想活 才更敢爱的人生活 来过 来过 走过 是亲爱的路人 成全我 从爱落定之后 回忆别来挑拨 我 何必可以难过 却证明快乐过 时间改变你我 来不及回看就看破 洒脱 是必要的执着 所谓 所谓承诺 都要分了手 才承认是枷锁 所谓辜负 都是浪漫的蹉跎 所以别问 还差什么 我们没结过 都结了过 都结了过 却用它来收获 那时候 年轻的不甘寂寞 错把磨炼当成折磨 对的人终于会来到 因为烦的错够多 总要为相爱的人 不想活 才更改爱的人生活 来过 走过 是亲爱的路人 劝劝我 那时候 年轻的不甘寂寞 错把磨炼当成折磨 对的人终于会来到 因为烦的错够多 总要为相爱的人 不想活 才更改爱的人生活 来过 走过 是亲爱的路人 那时候 只懂得爱谁最多 忘了谁最懂得爱我 对的人会成为一对 因为再不怕犯错 没有错 让最爱的人错过 才知道最后爱什么 来吧 来吧 让亲爱的路人珍惜我 没有你们爱过 没有你们爱过 没有我 我准备我 没有你爱过 有没有你爱过 有没有你爱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